N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西西里人對上義大利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選擇的文明喔 是我們的台灣最強高手雲島 GKT Cloud 那他這次選擇的是西西里人 那我們稍微簡單做一下這個說明喔 西西里人的話最大特色喔 這個農田技術 美森英格等級喔 這個村民的食物攜帶量都會多加一喔 那除此之外 他只要每生一個農田科技喔 就食物量的增加是加倍的喔 所以農田最多的文明喔 是這個西西里人喔 那我記得他的這個肉量喔 可以到六百多肉吧 一片田喔 到了第二輪的時代 非常雄厚 所以在前期呢 西西里人經濟的氣質還算是不錯的喔 並不會差到太誇張的地步喔 但是要等到第二輪的田開始種之後 這個西西里的這個弱量優勢喔 才會慢慢打出來 所以這個持積點喔 大概是在封建時代 跟城堡時代這個升級的時間喔 大概在乘出的時候 第二輪開始這個農田的時候 才會打出這些經濟優勢喔 那再來就是呢 西西里人呢 他的這個陸地軍事單位喔 有這個受到額外傷害的減免喔 而是減免33%喔 非常高 例如你的工兵啊 因為其實西西里是有強弩的喔 那他的工兵遇到這個戰毛兵的攻擊的時候 會減少33%的額外傷害 所以還不錯的 但是西西里人剩有三攻 但是沒有這個拇指環喔 所以西西里人的這個... 強弩啊 還是比較少出的 但是如果對方步兵陣出太多 需要康特反制的時候 還是會出到弩兵啦 加減用 就像維基人的工兵一樣 那西西里人呢 主要還是打他的寶兵喔 薩金特衛隊 或是這個重裝騎士喔 那他的重裝騎士還有一個特點喔 就是他這個 有這個精冠技術 鎖指甲 可以增加騎士的進防 加兩點遠防 所以他的騎士喔 是遠防最高的騎士喔 非常的雄厚 那他的銀罐呢 是這個十字軍地刺東征喔 這個能力呢 是每個TC都會產出五個薩金特衛隊喔 那通常這個打法 有個特殊打法 就是城堡時代 點下帝龍時代之後 如果你是3TC的話 馬上再補兩個TC喔 那TC一概喔 薩金特衛隊 銀罐直接引發好 帝王初期喔 直接上三級板甲 然後三攻 開拆對方箭矢 非常強大 那這個時間點使用方式喔 算是比較困難一點喔 那我們在之前高端場有看過這個打法 那這次喔 不知道克勞島會怎麼來去打這個 義大利人喔 好 那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對手 那對手的是選擇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的話 最大的特色喔 是他的這個升級時代手會稍微便宜一點點喔 再來就是他有這個特殊的寶兵喔 勒納爾弩手 勒納爾弩手呢 這個單位喔 是可以counter遊俠單位跟所有的馬舊單位的喔 呃 例如這個草原騎兵阿 駱駝阿 還有大象阿 類似的 只要是騎馬的單位喔 他全部都可以一一射擊下來 這就是義大利人最強大的地方 但義大利人有個問題喔 就是他本身沒有太多經濟加成 那他只有這個升級比較便宜之外喔 還有這個碼頭大學費用減免喔 那除此之外喔 能對他有比較大的這個經濟效果其實沒有的 那漁船費用減15%應該在阿拉伯就不用講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講他的這個火器喔 他的火器是很便宜的 會減20%這個費用 但其實他的火器是很少在出的喔 通常會直接出熱奈爾弩手 再配上他的銀罐喔 這個巨盾科技喔 附攻跟傭兵的護甲都會各加一億預防 那我個人認為喔 義大利人是蠻適合新手去練習的一個文明喔 因為本身沒有太多經濟加成喔 所以你不會學到太多奇怪的配子 那你只要把義大利人練起來之後 你也很容易爬分喔 那你在低分場的時候 大部分遇到都是馬國玩家 例如什麼法蘭克阿 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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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玩家 比較多一點的喔 那你如果說完義大利人的話 城堡時代如果你可以順利練到直層 然後27P...27加...欸...應該算是27加2 然後直接直層蓋寶的一個打法 配置戰術的話 那你對上馬國的勝率是非常高的 那這個戰術之前我有出於教學片喔 那大家可以在我的頻道的下方的播放清單裡面喔 看到這個教學片喔 那我教學片裡面喔 還是比較處於這個...團戰比較多用的喔 因為我知道新手們喔 單挑可能來說會比較硬一點喔 那有些配置喔 當然團戰比較適合 但單挑也是可以用的 但單挑的話就是你要去注意自己有沒有維持喔 好防守方面的問題喔 單挑最大的問題還是...防禦... 才可以用最少的支援喔 走下更大的支援點喔 好...那Cloud這邊順利擊殺對手的...刺頭了 那這邊...由於義大利人這邊沒有視野 所以他這邊只能很被動 一定要補一個馬就不能打工兵喔 那如果是打工兵的話 西西里人這邊就有小小的優勢了喔 那為什麼是有優勢的原因 是因為西西里人本來就會走這個騎兵路線喔 那義大利人反而不是喔 他...多了投資這個175的這個馬就喔 那我...這個也算是正常的META啦 好...現在這個...義大利人打的也算是正常META 就是工兵國喔 還是會走馬就先開喔 然後開個2到3隻的刺頭 好...多到4隻喔 然後去做一個前壓 然後在後面下一個單射箭場 開始轉工兵喔 這是比較現在常規的一個工兵國的打法 好...比較像是以前喔 工兵國一定是工兵開局 那...也會讓對手處於一個蠻大的壓力喔 因為如果知道對方不是出工兵開的話 好...自己的刺頭單位喔 可能是沒辦法第一時間抓到的 好...那這邊居然拉了一村想要來開稿 但是這一村好像要直接扁死了 欸...這邊想要逃跑來得及嗎 欸...這邊關起來 欸...讓對手沒辦法直接... 把家裡鎖死喔 好...OK...這裡有一村在落在外面喔 這裡要第一木牆進去嗎 OK...第一木牆進去但是...讓... 哇...克勞德這一波有點被...鬧到了喔 小小被鬧到了 但是克勞德這邊做得很好的一點喔 是這個...他圍架圍得非常快喔 這就是我們說的喔 單挑的時候的圍架 是...怎麼圍喔 是非常重要的 那...大家一定會說 欸...為什麼克勞德要在前面阿 果子區插一個... 橙樓阿 而且橙樓的話這個造價喔 是比一般的料用塔還要貴的 那...木頭是要175木頭 非常的昂貴 雖然他有這個... 石料的減免的費用喔 但其實差一根... 橙樓還是非常昂貴的喔 但一開始西西里人喔 就會石料加100喔 所以感覺好像... 並沒有太傷經濟的feel喔 這是他的小小的補陣 他這個橙樓的強度的一個問題喔 那我覺得... 西西里這邊這樣打... 會這樣打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果子的關係喔 你們仔細看這個果子喔 一共有5個喔 那5個的話他存... 125存5等多少 大概是175吧 是嗎 應該是175吧 7...725啦 應該是7125肉喔 等於是這個肉量喔 可以讓你升到城堡時代的一個肉量喔 非常多了 然後克勞德這邊可能又要再被抓掉一村囉 這就是為什麼公兵果 赤猴開局還是有稍微一點有威力的... 的... 的一個... 優勢在的喔 就是你的赤猴還是可以盡可能去這個邊邊角角去繞村民喔 你只要能繞到一隻喔 你這個赤猴就出了價值連城 好 那這邊義大利人看到對方圍死喔 所以赤猴並沒有出太多喔 所以只按了一隻很標準喔 那這邊直接補下4級喔 不是射箭場 這個就非常的奇怪了 這就代表了 因為義大利人沒有想要爆兵開打 那這邊偵察就要做的很多 你看這邊義大利人瘋狂的在用赤猴去看 欸...看一下克勞德有沒有 開始爆兵阿 或者是轉這個射箭場要開始搞 如果有的話 你自己就要馬上補下射箭場 那這邊赤猴跟村民喔 還蓋了一個料王塔在這裏 這個就很標準了 就是要來偵察克勞德的一個動向 那這邊完全偵察沒有看到任何東西 然後左邊也圍好了 那正面的話 瑪鳩這邊也是被小銬一下 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那我覺得這個對局來說 是對義大利人是有利的 有利的原因一點是因為西西里人喔 不管出這個薩金特衛隊啊或是騎士喔 都會被到 被這個勒納爾弩手給射爛喔 那...如果西西里人啊 克勞德這邊要打贏的話 我不太確定喔 他要怎麼打會比較好 那我現在感覺還是要出這個 騎士的鎖指甲 去做一個針對勒納爾弩手動作 但鎖指甲也是頂多加二防喔 遠防而已 所以勒納爾弩手的外傷害 對騎士還是可以造成蠻大的一個 傷害點數的 那可能還是要搭配一些工程器吧 西西里可能要打一點什麼 我記得他好像沒有火炮吧 還是有 對啊 竟然沒有火炮 因為沒有火炮的話 所以大多數西西里人 西西里人喔 對上這種工兵強國的時候 就是施勒納爾弩手 還是只能靠自己騎士喔 去做一個針對動作 好 那義大利人這邊轉出了騎士喔 騎士直接先壓 那大家會說 欸為什麼工兵國要先出騎士喔 最主要是這個騎士出的點喔 就跟自己喔 封建時代剛上去喔 第一時間要做到傷害喔 最快的方式就是出騎士喔 好 那之後才會開始補下工兵喔 那這邊 義大利人喔 很標準喔 直接上層3TC Cannon還把一個 TC蓋在石頭旁邊喔 這就代表他待會要來下城堡了 好 那家裡直接還蓋出一個射箭場 那邊爐爐小小 結果 對方兩隻騎士直接收掉 克勞德打得非常的順利喔 防守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兩隻騎士也在繞 看一下有沒有 沒有 防守不好的村民遺漏在外面喔 當然看似沒有 好 那義大利人這邊標準喔 下了這個 自己的森旅喔 修道院開始來撿一森物了 那這邊 義大利人喔 出森旅是非常值得的 因為對方是馬國情況下 出森旅是絕對不虧 穩賺不虧的一個 頭子喔 你就算還沒有遭到對方的騎士喔 防守來說給救手壓力 也是一個無形的存在 那 就算不招搶對手騎士喔 也可以有效的喔 去 減勝物 增強自己的黃金金礦 好 這邊克勞德拉了更多騎士過來 這邊二防沒有點下 所以TC射到還是有點傷害了 當然村民數量其實不夠多 所以射的傷害也不是非常高 其實剛剛也升夠多了 只是沒有點這個 沒有點長槍兵的話會有點難熟 走義大利人 因為這邊等城堡出來還有段時間喔 他這邊是單純只是想要等城堡出來之後再防守 欸這邊能即時收生率 可以 但左邊這個勝率應該是逃不掉 欸唷居然還進去了 哇 義大利人這邊兩隻勝率順利都逃到提示裡面防守成功 那這邊要不要補下長槍兵呢 還是勝率繼續按 我覺得勝率可以繼續按 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等下勝率數量異多 這個騎士就不能一直在裡面擾了 不能棘手的 右邊再來一坨直接繼續打雙線 克朗德這次抓到了一些村民 兩村 但是克朗德這邊村民的弱度是非常多的喔 因為對方是3TC開農的關係 所以克朗德老是雙TC農喔 一定要用自己的軍師去跟對方換一下 好長槍兵稍微抵擋一下敵人的騎士喔 效果其實還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這邊可以嘗試投資一下 重裝長槍兵喔 那為什麼這裡沒有投資重裝長槍兵喔 最主要是因為3TC開農的關係 所以肉量實在很不足夠 所以一大一人喔 這邊會弄到懷疑人生喔 只能靠自己的勝率喔 去阻擋對手的騎士傷害 這邊勝率沒有時間遭強到有點虧 哇這三隻 村民可能也要直接被硬騎了 哇克朗德這波打得非常強軍事喔 完全沒有在顧慮TC的傷害了 就是有村民出來我就砍 砍到一隻就賺一村 那這邊克朗德已經領先了 殺了石村的優勢 但是村民術卻沒有反超 還是落後的一個狀況 所以克朗德這邊要 待會還是要補下自己第三個TC喔 那待會補TC還是要補石頭 這個時間點去補TC 我是覺得還差不多的 因為這個時間點已經有城堡了 然後對方生旅數量越來越多 騎士在繼續裡面鬧的話 這一波送完喔就差不多了 再殺個幾村啊 然後再讓他收村一下 我覺得這樣其實OK的 然後面經濟再補一下 就可以追上對手甚至反超 所以克朗德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你們不要覺得克朗德這一波好像在送奇兵喔 4艙這一波他抓到非常多思想 當對方收村將近花一分鐘 然後又殺到幾隻村民喔 這個經濟差距是會拉得非常非常多的喔 這就是一直給對手壓力的一個打法 那騎士部分再繼續往後面補 那一樣去 雙馬就在補 這個有點 有點補太多的感覺 但也沒關係喔 克朗德有他自己的想法 因為我的習慣是 只要前面一波打出優勢來 然後城堡一蓋好了 比較難燒的時候 對方又是義大利人 又有這個熱納爾弩手 城堡有的情況 我就會開始轉出地上提示喔 直接開農 然後農起來之後 再看要轉什麼兵喔 轉什麼戰毛兵阿 或者是強奴都可以 但是西西林對上熱納爾弩手打強奴 絕對是賊爛的喔 沒有什麼太大優勢 所以打這個戰毛兵 其實還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這邊再來過來 砍個一波 欸呦 縮縮的進去非常漂亮 哇 義大利人也不是 非常弱的一位選手喔 他這個是有觀念的 但克勞這邊馬爆 實在爆得太 太硬要了嗎 太完整 因為克勞我知道他自己村民是不是落後的喔 所以他只能這樣打 這是確實比較好的一個解法 九個關都可以選手 這邊任奈奈奴手跟騎士 直接躲在城堡裡設設法斗 還不趕快把兵放出來打架 這邊一直收村就很難受 過了很多事情 這邊還是有村民要倒嗎 沒有 騎士加奴手直接過來 來 少女再招響個一波 這次能招到嗎 有 招到一隻騎士 OK 騎士數量開始慢慢打了回去了 那Cloud這邊騎士還是有在繼續補的 這邊努力不懈 一直補一直爽 第三TC 還是沒有補下 欸 這邊該不會是要來補一棟TC了嗎 看起來Cloud是要補TC了 好 家裡這邊應該是打完了 倫娜 弩手過來解個一波 場面也插到 這果子沒有吃完 好 這個時候的果子不是重點 那Cloud這邊還有個細節 就是他一直用自己的森流去撿生物 雖然地圖上的生物已經被撿了兩三個 他本來義大利人可以是開開心心去外面撿生物的一個流程 但現在完全被封在家裡 唉唷 這邊剩下一滴血直接招響到 很賺 OK 義大利人這邊稍微反打的回去 兩邊翻出去差不多 但是Cloud這邊有這個生物上的優勢 他就把對方的生物先撿走了 那待會對方就沒有機會可以撿到生物 可能就變成五生物 打零生物的狀況 那這樣對Cloud是非常有利的 好 3TC補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這一波強攻差不多了 對方的工兵跟 森綠也快要成型了 那我覺得義大利人這邊可能趕快補一下彈道血 跟二級色會比較好 自己的奴兵發揮的空間會更高一些 好 謝謝 好 倫娜的奴兵 去射個一波 但是這裡可能會直接上來硬騎喔 因為騎士示範箱太多 倫娜的奴兵沒有辦法進行有效的counter 好 那克朗德這邊中間繼續聚集喔 那這邊可以考慮要不要挖石頭 因為挖石頭的話 待會做潛壓會比較方便喔 還有待會點這個銀罐或是金罐 都會比較有一個好的時間點 可以直上科技喔 但是現在城堡要插在哪裡是個問題喔 如果要潛壓的話 你要確保自己的經濟是贏對手的 那克朗德現在經濟看起來確實是贏對手 那這個已經可以點帝龍師帶了 那如果要 哇 結果這邊是義大利人要來直接潛壓 而不是克朗德 哇 結果看到克朗德這邊兵這麼多 這邊聰明要原地返回了吧 哇 義大利人這邊很尷尬 騎士可能會打輸 義大利人騎士可能會打輸喔 前面騎士全部一直落馬 義大利 熱娜 弩手 遇到這麼大量騎士 還是只能射射發抖 一直往後撤 趕快 趕快 繼續走 繼續走 走A 走A 但是繼續走A的話 也會死傷更慘重 哇 這一波沒想到出這麼多兵 發揮的效果這麼好 對方想要潛壓寶直接中斷掉了 克朗德應該是有毒到這一步喔 可能他覺得對手有挖石頭 然後石頭也要挖完了 可能會來插寶 因為他的石頭似乎是在這個位置的 克朗德一直有在看的眼裡喔 他一直有在挖石頭 他可能覺得石頭挖完就會來插城堡 所以才一直出兵的喔 克朗德這個 這個絲尾喔 非常漂亮 而且剛好都堵在這個位置喔 剛好他移過來的一個位置 因為他可能會覺得對手想要把城堡插在這個位置 這個高地喔 直接壓門口殺進去之類的 好 那目前克朗德拿到了非常巨大的優勢喔 分數直接拉開了500分喔 稍微加速一下 兩邊應該就直接上帝龍時代 在帝龍時代 這段時間喔 就是所謂的垃圾時間喔 大概等升級而已 好 打工出來一個幾隻小打小鬧 克朗德這邊騎士 中間給對手壓力 任他弩手過來防守 帝龍時代3秒好 2秒好 OK 上到帝龍時代 義大利這邊可以考慮升級一下槍兵了啦 這個槍兵再不升真的會出事喔 只靠這個熱奈爾弩手還是顯得有點無力的感覺 好 這邊直接點下精銳啊 跟化學 OK 那也可以 這個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左邊克朗德繼續給對手壓力 好 蓋了防止跟大師想防守 這邊有一隻刺喉 在這邊偷砍村民 這個射箭場一直沒有解掉也是蠻煩躁的 家裡一直有奇怪的東西會跑出來 好 這邊馬上補下重裝騎士 還有三級馬侃 化學三級射 繼續補下 OK 哇 任奈爾弩手再度撞到了騎士 還第一時間沒有射擊 這裡要直接包掉了 完蛋 我覺得義大利這邊有點在下水餃 剛剛前面已經下一波了 這一波又在下第二波 雖然是精銳熱奈爾弩手了 但是城堡只有移動的關係 兩洞了 現在兩洞了 所以熱奈爾弩手的產量剛剛沒有像那麼高啊 哇 這個數量一直洗不來 其實對熱奈爾弩手是很難打的一件事情 而且正面也沒有東西可以扛 欸 這邊要進來了 喔喔 好刺激好刺激 碰到的這邊有洞舊磚 非常的專業 好 熱奈爾弩手反擊回去 但是效果並不太好 原來西西里喔 本身就有這個減少33%的額外傷害的關係 所以熱奈爾弩手傷害喔 並沒有那麼亮眼喔 但我覺得這也是西西里人比較能打的地方 因為他本身是沒有火器文明的 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其實打這些工兵是比較困難的 除非他自己要轉出重型投石機喔 那就另當別論了 但投資重型投石機的這個成本又太高了 而且又會被對方的火炮給 給反制回去喔 所以這邊西西里人的打法 會比較專注於打自己的步兵喔 跟騎兵路線喔 工程器的話真的是團戰時候 有機會才會出的東西了 並不是非常能夠好再單挑發揮的工程器的路線 西西里人是這樣子的 好那這邊TEC直接補下在左邊的位置喔 來挖這個野精 好的把自己的經濟慢慢聞起來了 雖然川民宿還是大幅落後的 大幅大概落後了25川左右 這邊補下了三宮三級馬凱 好手推車 該補的都有補了 城堡過來 長兵跟工兵鎧甲 好直接開砍 好直接爆爆了一個TC 這邊高地射一下重裝騎士非常痛 哇這個血量掉的非常快速 好這邊我覺得可以稍微走A反打 但是下高地的話要思考一下 因為這邊下高地傷會減少 對方傷會變高 好當然最好是下高地了 好這邊補了四個均勻 就是要來出這個重裝長槍兵 好變頰也補一下了 欸我就覺得這次的聲音有點小 好我已經把聲音拉高了 哈哈哈哈 哇快要播完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沒有把聲音拉大 完蛋尷尬 大家已經覺得一直聽我的聲音很吵 遊戲聲音太小了 已經在演默劇了 好像怪怪的 怎麼覺得今天聲音不是很大聲 好 好 我還以為是我惡名 永遠不是我惡名 好從這加補下 補下之後呢 遠防就會變成4 2加6 遠防6 非常的坦 那熱奈亞弩手攻擊是10 但是這個10攻 是減掉8攻之後還有2攻 2攻再加上他的額外傷害 所以其實打中裝騎士傷害也是非常誇張的 大概一隻還是可以造成快到10滴傷害吧 印象中是這樣子 有點忘記他的對騎士的外傷害是多少 這個數值有點忘記 好那這邊火炮直接硬拆 這邊騎士要來直接上來了嗎 賭兵的三防還沒有好 再2秒 可以了 升級好 熱奈亞弩手 中間直接原地開火 長江兵在後方直接硬抵 單死成一片 這邊想要來直接把熱奈亞弩手給包夾起來 火炮還在控 這邊火炮在優先打軍頭時機 效果其實還不錯 在熱奈亞弩手原地開火 把雲大的赫勞德的重裝騎士 擊殺掉非常大的數量 本來是幾隻的重裝騎士 這樣死剩到10隻左右了 哇 熱奈亞弩手 這邊反制騎兵的效果非常的好 後面還有長江兵再繼續出來 克勞德雖然自己城堡沒有守住 但 不是克勞德 畢大愛人自己城堡沒有守住 但至少把對方克勞德的騎兵全部換掉了 三台巨頭也會再逃難免了 再免難逃 再免難逃 怎麼唸 好 火炮出來 待會應該還是可以收到這個城堡的 剩200滴血而已 克勞德這邊沒有即時修理 這邊反而是蓋下第二棟城堡 可能克勞德覺得這棟城堡修不回來了 剩下EFA了 趕快補動心得比較好 但其實義大利人這時候是沒有這個火炮工程的 這個是想要直接射掉城堡嗎 這應該不是吧 趕快走 不要這樣打 右邊又有一頭重中騎士直接過來 哇 這邊直接打一個雙線 到處都有騎士想要亂竄 OK 任何弩手再度來到了左側 右側這邊想要來反擊 運投石機 這邊有雙堡防守 這邊應該可以直接射掉 問題不大 那義大利人這邊村民術其實是OK的喔 人口術也是監禁滿的狀況喔 但是現在義大利有個問題喔 就是他的野精全部都吃不到 野石也挖不到 完全被克勞德壓在家裡喔 這就是公兵國大部分的藏一道情況喔 正面很容易打不回去 然後野精打回去的時候 對面的野精也挖得差不多了 就是出去的時候 往往都是烈士開的狀況 這邊補下三弓 這邊可以考慮轉一下 槍兵 傷害補陣的路線 但這邊絕對是不能打傭兵的啦 那義大利的比較慘一點就是他沒有擊兵喔 因為可能就是因為任何弩手的關係 所以就沒有給他擊兵喔 但他其實是可以打傭兵的 但傭兵這個時候遇到騎士是不太能打的 除非對面是打個什麼 一大堆弓兵啊 或戰狐兵的時候 如果傭兵就會很好用喔 或是對面出一堆疾兵喔 但對方不會每次出疾兵喔 所以義大利人在這場 一個發揮就不是很好 所以義大利人現在這麼多肉 要考慮要不要轉一些肉馬 去後方騷擾 因為其實義大利人也可以打馬 因為他基本上是全能文明喔 三級防三級攻 什麼都有 那肉馬還有大肉馬 所以並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也有這個跟蹤技術啊 品種 所以義大利人的科技線是非常完整 剛講完就點下品種跟跟蹤輕騎兵喔 肉量多的時候就應該這樣做 畢竟你再按更多長弓兵喔 也就是少那一點點肉而已 這邊轉一些騎兵科技路線 我覺得也是比較好 自己的機動性好一點 那克朗德這邊城堡的分佈 位置我覺得還算不錯的 三個城堡都位於對方的家裡周邊喔 都可以有效的 意識對手出自己的城門 這邊來不及守火炮 火炮第一時間在後方一直四處逃竄 這台火炮能夠守住嗎 热納弩手繼續輸出 但是可能會掉兩台火炮 只有掉一台而已 這邊轉出戰毛兵 果然自己轉出輕騎兵的热納弩手 意大利人喔 轉出大洛馬打這個戰毛兵就很好用了 那希希一人喔 果然打這個長槍兵 配上热納弩手的打法 還是要轉戰毛 因為戰毛不轉的話 自己的騎兵消耗量還是太大了 黃金依舊是會花完的 這邊可能要開始省一下黃金喔 多出一點戰毛兵喔 反正戰毛數量其實很多 而且有三攻阿 三攻的話打這些刺頭上也是夠的 這邊三防還沒有好 現在只有一防 奧克娜弩手直接原地被占A 哇有點慘喔 開始戰毛兵打了回去 克朗德這邊轉兵轉得非常及時 長槍兵再繼續往前印A 但這邊A下去的結果不是很好 因為後面還有這個城堡在輸出 而且這邊還是戰崗模式 意大利人又在搞 哎呀這邊細節沒有處理好 意大利人的長槍兵 基本上要快要送光啦 後面再來一波重裝騎士 過來防守一下 這邊優先點一下熱奈爾弩手 乾中技術也補下了 OK 全部收完 這邊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意大利人很穩穩的 直接把自己的兵送光啦 克朗德超穩 喔不是說意大利的 他這邊送光喔 有可能是要轉兵轉一堆大落馬 或是其他工程器單位 所以我覺得剛剛那波有點故意在送的 送的有點明顯 但我覺得剛剛那波送的時間也不太對 好 OK 三毛兵 繼續收拾 亂奈爾弩手 反擊回去 青騎兵 沒有黃金可以點下大落馬 有點小推 因為大落馬血量我記得是95滴血 其實快要到100滴血了 好 這樣是差多少 95滴跟現在青騎兵差了15滴血 嗯 還是有差距的 好 這邊優先得下三防 確實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 戰毛兵的傷害是7攻 等下三防之後 就是這個 6攻了 6防了 所以戰毛兵打青騎兵只會變1滴血 就很有 可以很有效克制對方的戰毛兵了 好 這次青騎兵果然上前硬打 但是義大利人的黃金其實快不夠用了 這邊勒奈爾弩手數量越越少 火炮也要繼續出嗎 火炮很貴喔 一台225斤 哇 直接被收光 這裡義大利人的火性又全部被解決掉了 快要等在左邊又蓋動了一束城堡出來 正面互打的結果 感覺是義大利人 戰了下風 這邊長王兵看似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西西里的減少了33% 額外的效果 又成功了擋出了這一步的進攻 目前野晶依舊也是克勞奧在挖 但是聖物的方面呢 也是克勞奧贏喔 克勞奧這邊是5聖物 黃金開產 黃金一直跳一直爽 雖然黃金快到見底了 不然正常的西西里人 到這個時間點 是不太可能會出重裝騎士的 這邊義大利人可能意識到 對方應該是屬聖物喔 這邊可能想要做最後一波集結 大衝車直接開頂 但克勞奧第一時間看到 直接把大量騎士拉到左邊進行防守 但在後面很多場地跟上來 這邊是城堡的火力交叉的第一代 所以這邊長王兵也是很快就被解決掉 後面戰王兵再過來做一個支援 衝車全部算光 意大利人這邊還在繼續打嗎 也要面臨斷徑的問題 正面依舊無法突破不了 有黃金的西西里 重裝騎士依舊在爆 哇 這邊肉馬 看到打不贏直接往後撤 去燒了後方經濟 完蛋了 現在四處著火 現在克勞奧多線打擊 城堡慢慢往這個城門的地方插入 左邊這邊還繞了兩隻騎士在偷砍 這邊義大利人已經受不了 打出了GG 哇 長槍兵出了216隻 騎士出了162 這個畫面很少見 長槍兵出到這麼多 然後卻輸了 然後出騎士出到162隻的克勞奧 有這麼多黃金可以出 反而你一下勝利 即使被對方長槍兵Counter 還有文敏被Counter 還是打出了勝利了 那我覺得這是 西西里 克勞奧這邊一個前期打得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他城堡時代一直馬爆給對手壓力 讓對方城堡跟這個熱納奧守數量 沒辦法第一時間蓄血 沒辦法蓄血來的情況下 他就一直騷擾 然後讓一直對方收穿 經濟就會很差 那這個是我覺得這是關鍵 如果克勞奧前期沒有這樣打的話 後面這個經濟差就會差很大 畫面可能就不是這樣子了 就不是自己有這個騎士上的優勢 反而是對面熱納奧守經濟上的一個巨大優勢 那我覺得一大一人這邊打的不太好的地方 可能就是自己的城堡時代 防槍兵沒有快速投資的一個問題 但是他不投資也是個 問題是因為他想要出熱納奧奧守 所以他覺得他沒有必要去投資長槍兵 但我覺得那個時候時間點 感覺出長槍兵可能會好上一點點 畢竟你只要子彈靠森呂跟熱納奧守 這個承襲時間是需要一段時間 空窗期是蠻長的 你要如果挺過這個空窗期 用這個長槍兵還是比較快一點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的話 沒問題的話 克勞奧這邊是5勝物 黃金來到了高達2萬 義大利人反而是13000 死者是44900 食物的部分稍微輸一點點 因為克勞奧這邊前期 本來就經濟比較差 只有雙TC打3TC 村民是一直大幅落後的狀況 因為自己打強軍士 所以經濟本來就不會好到那裡去 那他比較注重於是在黃金的採掘 跟控金的部分 克勞奧這邊打的是非常漂亮 黃金礦全部控一下 到處都是他的採礦營地 全部都是他的視野 到處都是 這裡也是農田還有農田 採礦營地 都是這邊偷採黃金的正名 我覺得克勞奧這邊反應也是犯快速 後面後期轉出戰毛兵 直接counter對方長槍兵加熱耐 逼迫對手出大落馬 落馬出來之後 這個再自己打配重其次 再繼續反壓回去 也沒什麼問題 反正自己五生物 把對手拖到沒黃金 對手自然就會打出GG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裡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又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